谁能击杀全明星?规则,摩登世界19天第三路会出现奔跑的全明星僵尸。 一路二路四路五路全放魅惑菇,三路放一个选手。 选手在各种僵尸干扰下如果能击杀一个全明星就算获胜。 所以这是一场不是绝对公平但很考验植物子弹精准度的考核。 很遗憾苹果迫击炮失败了。 第二个植物是五阶的幽木头手,它有概率会有小树根。 小树根可以阻挡全明星的奔跑,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赢。 好的,小树根出现了,我们拭目以待。 小树根牛逼把全明星抵住了。 可以击杀了一个全明星,它也挑战成功。 然后是满级的钥匙百分比毒,能否击杀全明星呢? 奔跑的小老鼻冲过来了。 居然撞死了钥匙,但是毒液依旧存在,只要把它毒死钥匙也算挑战成功。 漂亮同归于尽,它也赢了。 然后是有控场的诺米,投手它的子弹能有效定住全明星吗? 虽然定住了,但是其他僵尸的干扰导致它很难持续控制全明星。 接着是五阶火机投手,它是巨人和boss的克星,全明星能搞定吗? 豆腐机的速度赶不上它的奔跑速度。 最后一个腰缠万贯的宝石伤石榴能赢吗? 最后总结,钥匙和幽木投手会胜。 拜拜我们下集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